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家居生活其中一个不起眼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衣柜 每一个柜子 每一个有门可以关上的地方 都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口 而这些世界 由于有柜子 它们又可以有秩序 我们马上想到 如果家里面没有柜子的话 我们就会秩序大乱 我们这个家居世界里面 是有秩序的 而这个秩序的世界里面 又能够通往很多不同的别的世界 以上这番话 是我从这本书里面看来的 《空间诗学》 《Poetic of Space》 这是一本 对我来讲 是我个人的一本启蒙书之一 它的作者呢 叫做加斯东巴什拉 那么他是一个 法国一个怪才型的学者 那么他原来呢 搞的是科学哲学 研究物理学 研究热力学 但是后来呢 写一些特别古怪 特别神秘的东西 比如说这本书 《空间诗学》 什么叫《空间诗学》呢 他说他搞的是现象学 但是传统现象学家 又觉得他的东西 完全不像现象学 当然各位 如果没有读过哲学 不知道什么是现象学的话 没关系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位巴什拉 他研究的东西是什么 他讲的现象学又是什么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从他看到空间 跟我们一般人看到不一样 他讲的这个空间 不只是个物理的空间 我们的家居生活 也不只是一个房子 一个物理的 硬的 一个实体的东西 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人的想象力 人的情感 还有人的意识 它的容器 它不只装下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生活用品 它还承载了人的意识 而这种意识 是非常非常根本的 根本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用巴斯拉 他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他看一个房子 他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一个房子 比如说以前欧洲人的房子 或者我们中国以前 很多人家都有地下室 很多人后来都说 很怕进入地下室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 现代的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就会说 这个人 一个人很怕地下室 完全不敢进地下室 或者到了地下停车场 就有一种恐惧感 这一定是他 潜藏在他的意识深处 有一段不好的经历 或者是过去看过什么恐怖电影 使得他有这种恐惧感 巴斯拉呢 完全排斥这样的一种心理分析方法 他认为呢 这些所谓后天 你有什么童年阴影 童年记忆 使得你对家里面的某个地方的生活 特别某个地方的空间 特别恐惧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他的分析是什么呢 他的分析很简单 就是地下室本身 就是一个阴暗的空间 我们害怕地下室 不是因为地下室里面 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 而是恰恰相反 是地下室的阴暗 他的非理性 他的未知 使得我们觉得可怕的事情 总在那里发生 使得我们会在那里 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出来 于是他把房子看成 比如说一个立体 假如是个楼房的话 或者普通的独立的房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垂直的空间 这个空间 它的地下里 是那一层 是个阴暗的 非理性的地方 而越往上 到了阁楼的时候 它是透明的 它是理性的 比如说很多欧洲的房子 它到了阁楼那一层 它能够很清楚看到乌梁 看到整个房子的骨架 它是完全透明的 非常理性的 非常接近神的 接近天堂的这么一个领域 于是我们从家里面 由地下往地上走 一直到楼顶的时候 这样一条垂直的路线 它不只是我们人走过的一个动作 一个物理上的运动而已 它还是一种意识上面 不同空间的串联 这就是所谓的空间思学 这就是所谓的现象学 就是看一个空间 它要看这个空间 在人的意识里面 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对它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它认为这是共通的 比如说角落 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 它分析一个家里面 总是很多角落 一个墙 如果你家四方形的 就四个角落 角落好像是个不封闭的空间 但又是两边封闭的 所以它是一种 处于封闭跟不封闭 中间的半封闭状态 而这个地方呢 往往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有些人呢 喜欢在角落放张椅子 要躲在那边坐 或者有些人 比如说你失念 你很难过的时候 我们会形容一个人 喜欢躲在防角哭泣 为什么 为什么是防角 那是因为防角这个地方 正好给你觉得 你可以窝藏在那 但又不是完全封闭 你能够在一个 一个较安全的一个角度 跟一个距离去观察 你住的这个房子 你跟他的空间 那么当然 巴什拉呢 刚刚讲这些 我们都可以觉得 这好像完全是个文学性的 诗学的一个描述 没错 所以它叫空间诗学 它用很多文学作品 来说明 一个人对房子 有的各种各样的 最基本的这种意识上的 想象是什么 当然 它也提出一些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实在的 比如说 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啊 身体上 我们不是住在房子里头 反过来 是我们的房子 就住在我们身体里面 怎么讲 你小时候一出生 你长大住的那个房子 都在你身上 留下了落印 你怎么样去开门 你怎么样去上下楼梯 因为你小时候 在那样的空间 习惯了那样的空间 习惯了某种的动作 某种的动线的安排 那个房子的物理空间 假如比如说你家的门 那个门把都在这个高度 你可能很自然的 到了别的地方 你觉得这个门把 都在这个高度 就想从这个角度 这样的一个水平 去开门 这就叫做 一个人小时候成长的房子 永远都跟着他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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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